再來看頭峰大峰區 今天早上四點 因為設備高中的影響有2655戶失電 頭峰對市委中介市有的 節節的失電 半個未來也已經十多次了 從市委四個月中開始 十三個行政区 接著團出向上停電的情形 包括過以來已經有十多人 其中台客和貨客 都有兩天停電 民眾覺得要不跟外人用電鋪鋒 所以不會是像分副輪流停電 實在是太陷 中央在能源政策上面 應該要有一些改變 才能夠讓來電的財務變得比較健康 同市長中選政委說 政府的另外政策有問題 台東在設備基礎建設的方面 還有加強的空間 新疆府重新到後 應該要好好檢討過期百年連貫政策 現在問題才有辦法找到改革的方式 現在中海報的